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读萨德的小说 小说被皇帝拿破仑知道了 他震怒 认为这些因此谚语会祸害他的子民 但萨德毕竟是一个有声望的伯爵 如果直接下令处死他 自己则会被称为暴君 因此 在大臣们的建议下 拿破仑派遣心理医生科拉尔去封人院 想要治好萨德 科拉尔是一个喜欢暴力的医生 平日里竟是用些酷刑治疗病人 对外宣称这是治疗疯子的最有效的办法 他的出现 预示着萨德苦难的开始 一直被蒙在鼓里的艾比 也因为科拉尔的到来 才知道萨德一直在偷偷出版着他的小说 艾比心里是欣赏萨德的才华 对于他来说 萨德不仅是病人 更是朋友 于是他扛下了科拉尔的压力 没有把萨德交给科拉尔治疗 而是让萨德发誓 不再多多把手稿拿出去出版 郁闷的萨德开始记恨科拉尔 科拉尔表面道漫黯然 可是辈子里却是一个卑鄙的人 他向修道院预定了一个少女小美 等小美成年后便从修道院接走 娶做老婆 自小美离开那天 老修女教导小美要知道感恩 因为大多数的修女都非常可怜 一辈子都没有人娶 终生都没能离开修道院 小美在众多修女艳羡的目光中 坐上科拉尔的马车 等待着她的并不是幸福的生活 科拉尔重新装修了居住的别墅 在小美的房门外装锁 窗户装铁栏加固 把小美当成了金丝雀囚禁起来 每天晚上 科拉尔就对懵懂无知的小美尽情谢欲 年龄小的小美倒可以当科拉尔的孙女 这个故事在疯人院传开了 又给萨德新的创作灵感 闻思全勇之下 一个崭新的故事很快就出现了 萨德遵守和院长艾比的承诺 没有拿出去出版 可是她排练成了节目 还在疯人院的剧场中表演 剧本露骨展现了 平日里科拉尔对小美做的那些性爱游戏 对于科拉尔来说 这绝对是赤裸裸的嘲讽 为了不让娇妻小美被污染 她赶紧让仆人把小美从剧院带回家 事后觉得颜面近视的她痛斥爱比 用手里的强拳强行关闭了剧场 剧场是疯人院维持收支平衡的重要渠道 更是丰富病人们生活的地方 这一次爱比再也无法容忍萨德了 她气势汹汹 冲进萨德的房间 质问为什么要故意挑衅科拉尔 萨德一副得意的样子 显然气到科拉尔 让她非常的开心 见此仅仅爱比恼羞成怒 拿走房间里的纸盒笔 使萨德不再有写作的工具 她让萨德独振起且有价值的圣经 如果改过自新 就会还回纸盒笔 此时喜一女梅德林 已经成为萨德的粉丝 她想偷偷把纸盒笔给萨德 但因为爱比加强了看守 她没能成功 而对于痴迷于创作的萨德来说 没有了纸笔 无疑是跌落寂寞的深渊 终日闷闷不乐 某晚吃饭时 葡萄酒不小心洒在了床单上 萨德突然惊喜万分 而葡萄酒不就刚好 可以用来当成墨水 而笔完全可以用击骨头来代替 一夜不眠 萨德又梳下了一个 精彩的色情故事 第二天早上 梅德林和往常一样 照例来换取床单 在看到上面满满的字时 觉得萨德就是一个绝顶的天才 她赶紧把床单收好 生怕被看守的人来到 按照萨德的意思 梅德林把床单上的故事抄写下来 然后又送到外面出版 新书面试后不久 就被科拉尔发现了 她来到疯人院 搜查后发现了那张 仍能看到葡萄酒书写痕迹的床单 在压力下 艾比不得不收了 扫空了萨德房里的一切东西 并且她还下令 每日送到房里的肉垒 都要剃掉骨头 继其败坏之下 萨德嘲讽艾比是一个 尼古守旧的胆小鬼 心里爱着梅德林 却因那所谓的信仰规矩 不敢袒露心境 萨德话音刚落 艾比疯了一样 把萨德扑到墙边 因为萨德说出了 她不敢证实的事实 她是信仰上帝的神父 儿女情长 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可她确实是爱上了梅德林 艾比愤愤离开后 萨德的房里空空框的 再也没有可以书写的工具了 创作对于萨德来说 是深入骨髓的热爱 看着那面挂在墙面上的镜子 片刻的犹豫后 她猛然一拳击碎了镜子 用锋利的玻璃渣 划破了手指头 随后用鲜血刀墨水 在衣服上书写着 简直就是彻头彻尾的 疯狂创作者 次日经常梅德林 看到萨德衣服上的血字时 为此感到震撼 觉得不可思议 激动至于她开门 把萨德放了出去 萨德跑到餐桌上 放肆炫耀着衣服上的作品 觉得这些故事 一定可以流传千古 听到动静 克拉尔带人气势汹汹 喘了进来 要把萨德抓进来动刑 克拉尔的手段 是令人闻风丧胆的 好在艾比挺身而出 护住了萨德 经过此事后 愈发过分的萨德 已经让艾比无法容忍了 这一次她拿走了 萨德身上的一切物品 衣服 裤子 甚至是假发 她相信赤身裸体的萨德 已经不可能再有办法 进行书写了 克拉尔依旧不解气 而开门放走萨德的梅德林 自然就成了她的目标 她把梅德林捆绑起来 在疯人院里当众鞭打 想一次警示众人 这就是帮萨德的下场 克拉尔怎么眼睁睁的 看着心上人受此折磨 她脱去衣服露出坚实的后背 决心要替梅德林受打 艾比毕竟是神父 克拉尔就算再不乐意放过梅德林 也不敢打艾比 只好作罢 艾比安排人给梅德林 血淋淋的背部上药 她开始后悔将梅德林识字 认为如果梅德林不识字的话 就不会痴迷上斯阿达的小说 更不会与之同流合污 为了保护梅德林 艾比决定要把她送走 深夜时分 梅德林小心翼地 跑到艾比的房间 她不想离开疯人院 因为她同样深爱着艾比 面对梅德林深情款款地告白 艾比有些不知所措 但依旧不为所动 她推开了抢吻她的梅德林 说自己绝对不会背叛上帝 还把梅德林驱赶出了房间 在下一刻 有些后悔的艾比追了出来 可惜已经看不到梅德林的背影了 科拉尔的娇妻小美 却意外得到了一本萨德的小说 并被其中的内容深深吸引了 她用圣经的封面 换掉了萨德小说的封面 随后日夜翻看 书打开了这个少女的欲望 科拉尔碾脉的身体 根本无法满足小美 于是她把书里的性爱技巧 实践在了别墅里工作的 其中一个年轻男人的身上 少男少女很快坠入爱河 设计师带着小美私奔离开 看到门把手上的告别性 在发现小美每晚翻看的圣经 其实是萨德的小说史 头上的青青草原 让科拉尔愤怒到了极致 她来到封人院 对萨德使用了残酷的酷刑 以泄娇妻与他人私奔的怒火 晚上梅德林来与萨德告白 因为艾比执意要把她送走 刚手行结束的萨德 蜷缩在角落里 那份狂妄不羁 淡然了许多 梅德林想让萨德再告诉她一个故事 然后她抄写下来当作纪念 萨德苦笑 房间里空无一物 自己赤裸裸的身体 还能找到什么可以书写的工具呢 梅德林提议可以等到深夜 紧急她的病要配合 口口相传 然后再由她书写下来 又有办法可以创作了 萨德的热情一下子就被点燃了起来 晚上 萨德按照计划 口口传递故事内容 这是她构思已久的角作 被她称为是前所未有最脏的故事 事情很顺利 内容一句一句经过传递 后被梅德林书写了下来 可是接近尾声时 恐怖的意外发生了 那些疯子们把自己带入了故事里的角色 情不自禁之下 他们竟然用照明的蜡烛点燃了床单 一时间浓烟滚滚 火光四起 中人纷纷逃窜以及救火 更为可怕的是 其中一个疯子带入太深 妄想强暴梅德林 遭到反抗后失足 杀死了梅德林 混乱的疯人院 艾比疯了一样寻找新上人梅德林 却找到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而那张沾染了血迹的稿纸 让艾比知道了 梅德林在用口口相传的方式 替萨德写小说 第二天 艾比冲到囚牢质问萨德 为什么要害死纯洁无比的梅德林 萨德轻蔑一笑 说他早已和梅德林 发生过无数次关系 纯洁二字 不该用在梅德林身上 艾比把他撞到墙上 然后说 梅德林死前 然是一个处女 一刹那 萨德崩溃了 一向狂妄高傲的他 此时哭泣得像一个孩子 愧疚自己 害死了一个无辜的女人 他请求艾比 把梅德林葬在教堂的墓地 因为疯人院这个地方 配不上梅德林 那可爱的身体 克拉尔要割下萨德的舌头 这次艾比没有在保护萨德 而是任由克拉尔先行 心上人的离世 让艾比悲愤欲绝 竟突然出现 梅德林复活的幻觉 做出了监视的可怕举动 哪怕是被割下了舌头 被关在阴森的囚牢里 萨德依旧不忘创作 他强迫自己排出更多的粪贬 以在墙上书写 尹用力过度 再加上伤口还未痊愈 昏迷倒在地上 艾比闻讯赶来 他把随身佩戴的十字架 取下来放在萨德的头上 想做祷告 但是萨德吞下了十字架 项链自杀了 看着萨德在自己怀里死去 艾比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喊叫 一年后 克拉尔接管了疯人院 他把疯人院变成了一个出版社 病人们被他合理 安排着进行各样的工作 十分戏剧性的是 他要出版萨德的玄机小说 原因是自从萨德不幸离世后 越来越多的人 对他的作品感兴趣了 克拉尔想要赚取其中的 巨额利润 而艾比呢 他被囚禁在了曾经 关萨德的房间里 他想创作 但是克拉尔不给他纸笔 一个洗衣的老夫人 偷偷把纸笔递给了艾比 仿佛他将重演萨德的命运 整部电影看下来 无疑是一个疯狂到了极致的故事 结尾展现了真实的人性 就因为有利可图 克拉尔竟然出版了萨德小说 实在是不可理喻 非常推荐小伙伴们去看看原片 好了我是丹妹 我们下期再见吧